我們大學同學有跟我講說 有一家診所很有名 我就去催眠 沒有進入一個迷霧 看到一個什麼 然後就看到一個 那個類似的像床的地方 我就躺上去 然後緊接著 妳有沒有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放的時候 我真的沒看到 可是我太尷尬了 那時候我一個就是男朋友 去看醫生他已經開到FM2了 他吃完之後會非常 我不知道有些人吃的藥 會肚子很餓 他去煮東西 煮一煮之後 我睡覺睡到一半我出去 我發現火在開 他暈倒在那邊 懷孕的時候 前期那個腰好壞喔 關到會就是起來也睡不著 當你沒有孩子 尤其是針對女性朋友 就是當你還沒有孩子之前 請你好好珍惜 一覺到天亮 很好睡的這種職業 因為等於有了孩子之後 這個時間就再也回不來了 真的 我們大概會幾個建議 就是第一個 你開始要建立 小朋友的睡覺習慣 那再來第二個 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有辦法 盡量讓有人可以去分擔 對 就是因為 你說爸爸嗎 對 爸爸的那個角色 爸爸的那個角色 聽好嗎 歡迎收看 三十卡卡 讓你的人生不卡卡 聽三十卡卡發聲 讓好事發生 我是姊怡佳 我是姊怡春 根據2017 台灣睡眠醫學會的研究調查指出 大概台灣睡眠 有這個睡眠問題的人 其實蠻多的 你知道嗎 真的嗎 這個慢性失眠的盛行率 大概11.3% 換句話說 大概每10個人有超過 一個人會被失眠所苦 那蠻嚴重的 你知道算起來多少人嗎 多少 而且其中又浩發在 年長者和女性一家 你有沒有失眠的問題 當然有啊 當然有 你講得好像很自然 就是當然有 好像每個人都有 但是小時候真的很容易睡 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睡 但長大之後就有一些煩惱 壓力 想事情 就會睡不著 尤其是我們30歲上下的朋友 沒錯 但你剛剛講到年長者跟女性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賓親一色都是女生 真的 一堆睡不著的人就對了 一堆睡不著的人 所以首先歡迎 浪媽 Peggy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接著歡迎杜雅 大家好 大家好 妳好 歡迎小龜 歡迎 我小龜 那當然講到睡眠就要提到 找一個我們專家來教我們怎麼睡覺 歡迎我們的諮商師家鑫 大家好 我是家鑫生理師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先來看看說 大部分的人到底有沒有睡眠失眠的困擾呢 請看 根據世界睡眠協會在2017年所做的一項調查 發現全球有45%的人都受到睡眠障礙的困擾 你也有失眠的問題嗎 失眠有 偶爾 很少 有 有 偶爾 還好 走很長 失眠的症狀大概都是怎麼樣 就是睡不著 然後就是會一直想 一直想自己可能擔心的事情 晚上如果運動比較激烈就會比較睡不好 因為工作的關係吧 所以我有很多訊息會進來 然後就常常會被吵醒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的睡眠不是很連續 前一天睡太久 然後晚上就會睡不著 可能從如果10點開始睡的話 逼自己去睡 可能到4、5點都睡不著那種 就是翻來翻去 可是怎麼樣都睡不著 那你覺得失眠本身是一種病嗎 為什麼 失眠 應該不算是一種病吧 有人認為是一種病 有人認為不是一種病耶 有些人 但是我們隨機抽聞 竟然大部分的人都有失眠的問題 沒錯沒錯 所以想要聽聽看 我們來賓今天到底 為什麼因為失眠呢 Peggy姐 我其實真的在懷孕之前 我不知道什麼叫失眠 我以前真的很會睡 就是 我就是譬如說大學的時候 你就是跟朋友 可以出去夜唱一整天 那你隔天就再把它補回來就好嗎 我可以有時候我工作回到家之後 可能晚上8點跟我的室友聊天聊一聊 然後我室友就說 你怎麼睡著了 然後他就說聊聊 我是很好睡的人 我是很好睡的人 我就躺在那邊還沒洗澡還沒卸妝 然後聊天聊一聊我就睡 睡醒來 隔天早上了要上班了 然後趕快再去洗澡 然後那邊弄 然後就出門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失眠 所以是我在上第一胎懷孕的時候 我開始失眠 所以那之後呢 就是我失眠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會常常 憑尿啊 想要上廁所 而且第一胎的時候 你都很容易緊張 你會想說 我會壓到我寶寶 我會怎麼樣 我現在這個姿勢對嗎 然後有時候又腰痛 肚子又不舒服很重什麼 就開始 開始我失眠 就整個晚上都睡不好 斷斷續續的 那你當了 真正當了媽媽之後 那更不用說 我沒有睡好多的一天 對 就沒有 真的 真的是當媽媽之後 真的沒有辦法睡好 所以什麼叫做睡好覺跟失眠 我已經分不太清楚 因為 我的睡覺時間就是斷斷續好 好像有這樣 稍微眨個眼睛一下 就OK 可是 我現在懷第二胎嘛 懷第二胎之後 就又很奇怪 我變得很試睡 我以前都是我們全家最晚睡 睡最少的 我現在就是 晚上要哄我女兒睡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先睡著 我比我女兒還要早睡 我比我女兒還要早睡 然後睡得很累 然後隔天可能 我可以從晚上9點 睡到隔天早上9點 我怎麼睡了12個小時 我就嚇到 但是呢 這兩胎情況不一樣 不一樣 會不會是寶寶 這一胎他可能比較愛睡 性別人不一樣嗎 有可能耶 是有可能 沒有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老大的時候還很緊張 然後就是這樣嘛 隨便啦 隨便 我就是心態 我都很累了 我就是累啊 我管妳的 老大都照書養 老大都照書養 有經驗了 但是這12個小時 我不是真的就是都在睡覺 我會變得很緊張 其實因為神經病 可能有工作沒做或是什麼 因為你是不小心睡著 其實我是不小心 然後未然睡著之後 我可能一點就會驚醒 然後就說 完了 我11點要發的文 我怎麼沒有發 怎麼辦 但是我可能滑一下手機 想說我要來發文嗎 然後想一想 我就又睡著了 我就又睡著了 無意思的又睡著了 睡著之後 3點 然後都每一次都是這樣子驚醒的 然後趕快看手機 3點 那1點已經來不及 3點還有人看嗎 然後看一下LINE 好多工作的訊息 好多朋友的訊息這樣 然後看一下 每一個都看看 看了之後 想說要來依序回的時候 我又睡著了 然後都這樣 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 我看過那些訊息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最近很常 接到朋友抱怨說 我訊息都已讀不回 對 這就是我現在最近 就是遇到那種困擾 那你第一胎 在失眠的時候 你對你的身體狀況 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或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覺得第一胎 失眠的時候就是 你可能 我那時候還沒有覺得很嚴重 因為你也要照顧 寶寶還有其他事 你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對 但是你因為睡眠變少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 那個抵抗力也變差了 會變得很容易感冒 可是因為我在餵母奶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不能感冒 我如果感冒又不能亂吃藥 我會立刻第一時間 去看醫生 然後趕緊吃藥 就很想要把那些症狀 都壓下來 可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樣 然後再加上長期失眠 我原本就有一些偏頭痛的症狀 我頭痛的症狀就越演越烈這樣子 這樣子啊 對 症狀就不大好了 對 所以我今天也想問醫師 他就想說像我這樣子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懷懷手機看一看訊息 又睡覺 醫生是不是好像懷孕的話 體質會有所變化 那他兩胎 為什麼會有情況差這麼多呢 所以其實我們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聊為什麼懷孕這個狀況 那其實前面有提到 的確女性失眠的比重比較高 我記得大概十年前 有一個全世界的調查 去調查性別跟失眠的比較 結果女性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女性的失眠 是男生的1.41倍 那很高啊 那麼高 高很多 我記得是2006年 國際的一個調查 那第二個這個高是 所有年紀都一樣 是 就是任何年紀都會再產生這個高 所以其實是 是懷孕前的這種少女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他剛好分三個階段 那都跟女性專有的荷爾蒙有關 一個是經期 因為這也是女性專有的 月經前之前 有經前症候群不舒服 第二個就是懷孕 第三個是更年期 更年期 所以在這三個 都跟荷爾蒙或女性專門有關的一些議題 所以女性的失眠都高於男生 那這個是全世界的調查 台灣大概每隔幾年 也都會有像這樣的一個 全台灣的調查 全台灣的盛情率的調查 女生也都是高於男生 對 所以這是的確存在 那佩奇甲也提到的狀況 其實它的描述非常清楚 那其實這中間我就可以去看 第一胎的狀況是 很多新手媽媽都會有的 會說不好是因為第一胎在懷孕的時候 會有兩個項度 一個是生理跟心理 生理上就像Peggy剛才提到的 會有想要頻尿 尤其是懷孕末起的時候肚子大 對 那小孩子可能踹一下 喔 旁邊就想尿尿 對 對 風縮或胎動 對 那這是生理問題 那生理問題第二胎還是在 可是第二個影響其實是心理問題 就是Peggy剛才提到 就像剛才那個主持人提到 就是第一胎都很謹慎 所以會很多的擔心 很多的煩惱 那第二胎就少一些 所以第二胎又可能會比較改善 是這個原因 那第二胎會睡得更好 就像剛才Peggy提到 好像那個睡眠我們叫做 就會去攻擊你 我們叫做睡眠的攻擊 你會被睡眠一直攻擊到 是 那那個原因是因為你 帶第一胎一定是非常累 喔 所以這個是你第一胎沒有的 是 那你帶大寶 你在帶 對 很累 所以那個睡眠其實強度強到 蓋過生理的問題 喔 所以會第二胎有可能比較好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 所以有可能我相信Peggy也是 很盡心盡力在照顧大寶 所以就像你跟他說你很焦慮 然後要給他最好的無奈 給他最好的健康 所以你會非常累 所以你的睡眠的強度 我們叫睡眠需求 從睡眠醫學角度來講有這個詞 你的需求量非常高 高過你的生理跟心理 真的 因為我早上起床是有一點 已經睡12個小時 但是你會覺得 我還很想要再睡 所以就是那個強度已經大於 真的 你前面的焦慮 你焦慮感已經沒有辦法贏過那個 皮肥的感覺 你看我就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 不過我想問老師的是 老師去跟你看病的那些病人 是不是好好就睡著了 因為看到老師 然後老師講話有這麼溫柔 講話也好笑喔 等一下我們電視前面的觀眾 都睡著了 看到一半就睡著了 也沒辦法轉檯 有失眠的問題 都看自己 對 一定要看老師 老師你們睡眠諮商師都是這麼溫柔嗎 我們是睡眠心理師 然後再做 有人會用一些諮商技巧 那的確我們習慣的步調 每個人很不一樣 那我講話可能就是固定這個樣子 那的確有一些病人 會是來到我的診所 來到我的門診 他睡得很好 那用一樣的方法回去就說 怎麼沒有用 也是睡不著 對 今天要跟你聊天 我們常說那個主事也賞飯師有沒有 對 天生講話就會讓人家睡著 真的耶 真的 等一下我們就多請你多講一些話 失眠的人一定要看這集 以後每天都YouTube重播有沒有 就看這集看到一半就睡著 就放在聽就好了 但我們知道因為像豆芽就是 可愛又有活力的啦啦隊女孩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吧 運燈量很多不是很好睡嗎 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沒有失眠 可是我大學失眠很嚴重耶 你是大學生喔 為什麼 學業 對沒有 剛剛聽完Peggy姐講 我覺得我失眠問題很很小耶 我那時候 一直交不到男朋友 所以我都覺得 真的 你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個觀眾朋友 你幫我們評評你怎麼可能 對啊 沒有而且我大學念北體 全部都是男生 然後我們班 那應該很容易 對啊 怎麼可能 所以教我們到底是不是會失眠 我們就是這樣 真的 太神奇了 真的 不可能不可能 真的喔 而且我們班那時候每個人都交了 然後就只有我沒交 還是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你沒有選 你很困擾到你 你很困擾到你 A到Z不曉得選誰 會不會這樣 沒有耶 我就每天在想說 怎麼都沒有人追我 連掉電話的都沒有 這樣會不會很膚淺啊 這個原因 不會 不會 那你怎麼失眠呢 那時候 我就每天在想說 怎麼都沒有男生喜歡我 怎麼都 我怎麼都沒有人 愛啊之類的 因為我們班那時候是很多女生 然後一個 每學期都會終結掉一些 每學期終結掉一些 然後 你覺得終結掉是什麼 終結男生 就是被 對 終結男生 然後被埋起來的感覺就對了 被人家脫衫了 就這樣還沒人理我 我就覺得更慘啊 是 是 我那時候大概失眠一年耶 真的 一年 真的 有些問題 一年沒有人追 然後 沒有 我三年都沒有人追 應該是有人追 等一下 不可能 真的啦 是不是有人追 但是你並不喜歡 眼光太高 真的沒有人追 真的 連藥電話沒有 而且我大學沒有FB 現在因為看完這一集 大家都踴躍的來 對 我們現在睡很好 但是現在 睡很好 睡好 所以現在有男朋友了 現在就是 目前沒有 真的嗎 所以我就說 那個 資訊會爆掉 大家都可以 我們這一集完蛋了 我可以拯救你的失眠吧 對 你的睡眠我來守護 對 你是睡不著還是說 只睡幾個小時 沒有 是真的睡不著 整晚都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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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大學沒有智慧型手機耶 對啊 所以我真的躺在床上 不知道要幹嘛 連滑手機都不行 對啊 那有突然睡著過嗎 也沒有 因為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男生不喜歡我 他真的過了好久 就整個那個枕頭都濕濕的 然後沒有辦法入睡 我們真的會請問一下專家 是不是有女孩子會有 因為感情 會 然後整晚這種 應該很多 他可能概念上 不見得是感情 我們在睡覺前 其實簡單來講 有兩件事情 是 一個就是我們剛才在Piggy 討論的時候 睡眠的需求要夠高 需求 第二個是也要夠放鬆 夠沒有在想東想西 所以有可能這個在 想東想西的情況下 我們叫清醒系統 太過清醒 所以一直在想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大腦停不下來 是 那所以其實不只是感情 如果任何的工作事情 煩惱 真的 但是因為豆芽剛才提到這個狀況 太 我們通常在生活裡面太少見 或太獨特的狀況 對 就像你剛才的反應 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追 因為我覺得不合理 是他怎麼可能沒人追 對 所以這個問號大家都有 所以可以想像 你睡覺之前帶著這個問號 我們叫問盡事宜 沒有解決的事情 沒有解決 沒有做完的事 其實蠻多人會這樣子的 像我自己也是 會一直煩惱說 我好像那個沒有做到 或是今天什麼樣做不好 就會一直想 小龜你是因為什麼樣的問題 而失眠 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之前在當那個 真行醫美的諮詢師 對 然後他就是 像我們都會接觸一些 國外的客人 國外的他就會有一些 時差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們要手術前 然後他會跟你說 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然後但是呢 他是沒有會前的情況下 就變成說他要手術的當天 我的醫生跟護士 整個團隊都在等他們 我要再想說他到底會不會來 因為他如果他不來的話 就是醫生整個會翻白眼 然後後面去 因為等於你把整個團隊都叫來 對 就是我全部都幫他弄好 對 所以我很怕 所以常常就是在手術前 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會非常的緊張 因為要一直跟他傳訊息 因為很多客人會放鳥 真的 對 那尤其因為 你們常遇到 有些客人 但是我是還好啦 但是 因為他像有些客人 他從馬來西亞 然後從美國 然後 他不肯先回錢 因為他會覺得說 就是 他也覺得不保障 對 他很怕 因為其實國外的客人 也很怕被騙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是要 就是 在這 手術之前 我們要非常的 就是 很像像朋友一樣 就是你只要 一直讓他確保 就是他會來 然後我們是 彼此相信的這種 這種感覺 所以就變成說 我手術的時候 前一個禮拜 我就很緊張 我到手術的時候的 前一天 就是 我根本不敢睡 因為我超怕他不來 等到他來的時候 我才會放下心 但也是當天放下心而已 因為但他手術的那一天 當天玩 他會就是 他可能消骨啊 然後龍胸啊 他的身心就會非常的聚黑 他會非常的擔心 然後呢 我就要在旁邊陪他 因為他會 對 然後他會非常的有 他就是會有很多問題 就像 有人就是 做完鼻子的時候 他會很多擔心說 我要怎麼保護他 或是我 如果一直流鼻血 我要怎麼辦 或是剛做完 可能會腫或什麼 看起來就不漂亮 他會整個就是 他會緊張 他會跟著緊張 因為他會一直傳訊過來 所以我變成我的手機 我要一直開著 像我有一次也是 客人做完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因為他做了非常多 然後他要求我陪他睡 就是 我們大學同學有跟我講說 有一家診所很有名 我就去催眠 有沒有進入一個迷霧啊 看到一個什麼啊 真的啊 然後就看到一個 類似的像床的地方 我就躺上去 然後緊接著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放著 那我真的沒看到 可是我太空虛了 到時候我一個 就是男朋友 去看醫生他已經開到 FM2了 他吃完之後會非常 我不知道有些人吃的藥 會肚子很餓 餓他去煮東西 煮一煮之後 我睡覺睡到一半 我出去 我發現火在開 他暈倒在那邊 像我有一次也是 客人做完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因為他做了非常多 然後他要求我陪他睡 就是 什麼 什麼 在哪裡 就是 他是住旅館 然後要你去陪他 對 他住旅館 他擔心他 因為他一整個晚上 因為他做了就是 削骨 然後鼻子 龍胸 抽脂這樣子 所以他整個 他沒有辦法 可以 就是有一些不能同時 但有一些是可以的 但是 他會很緊張 因為他沒有做這個手術 旁邊沒有人陪他 對 那所以我整個半夜 我沒有辦法睡 Oh my god 就我是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他一說他渴 我就趕快起來 然後就是當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諮詢師 你要玩就是要 因為護士不肯留下來 那所以諮詢師就是 你要一直照顧到他 他連回美國的時候 我都要一直 就是他 關心他的狀況 對 因為他如果會回來 因為我很怕他會回來 或是因為他在美國 他沒有辦法就是知道這些狀況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傳訊息給我 對 就真的滿緊繃的 對 很緊繃 你知道傳到就是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然後他一直傳訊息給我 我就覺得我快瘋掉了 所以你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 像那時候就是一直睡不著 然後睡我的痘痘 粉刺 然後就是狂暴 對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我精神壓力太大了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就是看精神科醫師 那精神科醫師他就會開藥 這樣子 然後就是 但是你吃了藥其實你還是要放鬆 因為如果說你不放鬆的話 其實吃那個藥他為什麼 你就會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睡不著 為什麼到現在還睡不著 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反而還是沒有見效 對 因為那時候我一個 就是男朋友他 他吃他比較嚴重 像他看醫生 他去看醫生 他已經開到FM2了 哇 這FM2他是已經比較 是迷幻的那種 對 他其實就是 他可以幫助睡眠的東西 像他都要吃一顆啊 兩顆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跟他借個半顆 我就暈倒了 我覺得太恐怖了 這太危險了吧 我覺得很危險 但是呢 像他自己 他們就是有 就是失眠的這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他吃這一顆藥 他吃了之後 他並不是會馬上睡 因為他已經常常吃這個藥了 所以變成他吃的時候 會很恐怖 他吃了之後呢 他就去可能 他吃完之後會非常 我不知道有些人吃的藥 會肚子很餓 他就是肚子很餓 他去煮東西 煮一煮之後 睡覺睡到一半我出去 我發現火在開 他暈倒在那邊 瓦斯上面已經一直在燒了 應該是睡倒了 他就想睡了 他就突然 他就是會突然暈倒的那一種 對 然後就是火都還在燒 是在地上的暈倒還是在沙發 在地上 他就是隨意 他就是 就常常 對 常常嗎 對 就是因為他吃了這顆藥之後 他常常就是 他不是會馬上睡的那種 他可能是隔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他才會就是睡著 但是睡著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在床上睡 對 你懂嗎 所以失眠真的是滿嚴重的 我們現在問來醫生說 到底失眠有分哪幾種的類型 然後哪一種的體質 其實會比較容易失眠呢 好 原則上像剛才小龜提到 有時候那個失眠是因為一個壓力 那如果我們確定這個壓力結束 他就沒有失眠 其實那個擔心的程度不用那麼大 那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要去定義失眠 可以從這幾個指標 是 慢性失眠 對 那剛剛有提到 去年2017年台灣睡眠醫學學會的調查 指出有多少人慢性失眠 就是在這個時代 因為很多人都有曾經失眠過 但是他可能不到幾個月就好了 或者是根本其實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他沒有到定義的慢性失眠症的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失眠大家都有 所以的確剛剛有時候失眠不見得是病 睡不好不是病 但是慢性失眠就是 所以他大概會 大部分都是30 跟3有關的數字 所以第一個是 跟我們30咖咖有關 對 所以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是大於30分鐘 那的確有時候 有些門診病人跑來說 欸我最近睡不好 我問他多久 他說大概8分鐘 我說8分鐘不算吧 8分鐘 對 就是因為他說他以前 一下就睡了 是 他以前可能不到3分鐘就睡 但是我們還是要定義 大概大於30分鐘 就是你躺了30分鐘 還睡不著 所以他那樣不算 那樣不算 那或者是你睡得著 但是中間醒來 醒來加起來超過30分鐘 那有些人這兩個都沒有狀況 他不會睡不著 也不會中間醒來 但是他時間還沒到就醒來了 像有些比較年紀大的人 可能應該6點起來 可是他4點就醒來了 他真的還在講我嗎 所以這三個選一個 那再來就是 這樣的狀況 一個禮拜要大於3天了 所以如果你偶爾一次 對 剛剛有一個電話吵到你 或像剛才主持人 是隔天可能有一個想法 困擾 那都是一天都還好 再來這個狀況要超過3個月 喔 持續3個月 對 所以剛好都是一些3 那已經影響到你白天的狀況 那這樣才叫慢性失眠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check一下 你有沒有這些症狀 就是慢性失眠對不對 那他們有沒有分哪幾種類型 原則上慢性失眠 簡單分應該還會再分 它有生理或心理性的因素 那所以現在的醫療 如果比較偏一些生理 或有些比較亢奮 甚至我們叫自律神經失調這些 醫生就有可能會開藥 所以像剛才小規提到 有一些藥物 那我相信大家就會擔心 藥物的副作用 對 依賴就算了 或者是一些可能副作用 有一些頭痛 或是一些不舒服 但比較大的是這些危險性 就像剛剛我們其實有些用藥安全 不管那藥什麼時候發揮作用 用完藥就要躺在床上 對 那但是大家還是不想用藥 所以其實現在新的治療方法 就像我們剛才聊的 睡前做放鬆 做一些行為的調整 我們叫做認知行為治療 這是用認知行為治療來幫助你入睡 對 然後2016年大概就兩年前 美國已經 學會有一個內科學會比較大的組織 已經頒布一個說法是 建議失眠的人 可以的話第一線先做這種非藥物治療 因為你如果做藥物治療 會付出可能的醫療成本可能更高 例如你依賴它或你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他們現在會希望 如果有辦法你先做不要吃藥 也許不要吃藥就改善了 真的不行也許再用藥物去輔助 不過我們知道 因為這個失眠真的是太困擾了 對 大家一定有想盡辦法要來解決它 對 Pekin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 我自己有 好 因為我是懷孕的時候才開始失眠 那之前其實我真的也都不知道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失眠 所以當我真正失眠的時候 我好像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叫失眠 這樣說我就是 還是睡不著 我就覺得我就是不累 不累就 我也覺得沒關係啊 然後像我老公他就是會堅持 10點多 11點一定要上床睡覺的 那他睡覺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我就躲在旁邊就一直看手機 就一直追劇 然後一直追一直追他 現在很多人會這樣 對 然後也想說就睡不著嗎 你看一看可能會看到睡著啊 就很OK啊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吃虧的 就感覺就是慢慢就是利用時間去追劇 對 然後一直看一下 可是這個有一個後遺症 有時候我想說我就看看看到睡著 但是你知道嗎 韓劇就是很好看 對 你在想知道 他什麼時候要清趴 對 他什麼時候會救他 很快就把16集都看完了 然後看完了 天亮了 然後就是很快就這樣 然後現在有女兒之後 有時候就是睡不好嗎 可是因為 女兒睡覺的時間 才是我的工作時間 所以我也覺得 好像睡不著也蠻好的 因為你不想睡覺 你就多了很多時間可以工作 我就會起來用電腦 然後就想說用一用 用到直接就是睡著好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有一個壞處 因為呢 我就是這樣工作工作工作 工作女兒又反覆的睡 然後你又要哄他 又要再起來工作 又要哄他再起來 我有曾經這樣 我整整 因為那時候製作單位不相信 但是我真的整整兩天沒有睡覺 哇 48小時都沒睡 你一開始是不想睡 48小時 後來是你逼不得已 就是不能睡 因為女兒醒來之後 你就是不能睡 因為我一個人帶了他 你要照顧他 對 然後那時候在趕稿子 然後睡 變成他午休的時候 你本來還可以跟他小蜜一下 因為你在趕稿子 人家在等你稿子 你只好 再硬著頭皮做 然後就這樣兩天就過去了 但是那時候 那一陣子就會情緒非常的不好 硬的 會一直罵老公 會很大 因為我不能罵小孩嗎 你就是一直罵老公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 部落客工作很輕鬆 真的 因為你這樣子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也有曾經想說 人家 因為沒有失眠過 所以呢我就試試看別人家的方法 我想小時候最記得就是屬羊 對 一直數 大家都數過 越數越覺得自己蠢 然後想說到底要數到什麼時候 對啊 你有數過幾隻啊 數一數 數到以前都 數到今天有點發脾氣 剛剛想說 欸我剛剛是300幾隻啊 然後 300幾隻 大家想說 不管了 從350開始好了 然後又開始數就數 就是數到最後會發脾氣 你知道嗎 就是想說 不睡了啦 就是起來就追劇好了 我幹嘛那麼蠢在這裡數 但以前呢 大學的時候 有曾經失眠過 我試過這個方法 那時候我覺得蠻好 因為我奶奶就教我說 你睡前可以喝一小杯的美酒 或是紅酒 因為喝美酒或紅酒 一小杯適量 等於讓你 血液循環啊 對 血液循環 或者是讓你放鬆一點 對 那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剛還 就是大一大二 你還沒有喝過什麼酒精 那你真的覺得很好睡 那你覺得甜甜也蠻好喝 喝一杯也沒什麼大礙 那時候覺得睡前喝酒蠻有用的 現在年紀真的 現在大概沒辦法吧 一小杯好像真的是沒有辦法 不夠 不夠 一轉眼 已經不夠了 一轉眼五瓶空瓶在旁邊 怎麼這樣 不夠剛剛Faggie姐講到 滑手機看劇啊 或是一直查資料什麼的 對 很多人現在都有這樣子的情況 對 問一下醫生 這是不是真的 會讓你睡不著呢 是 的確我們以前都會叫大家 睡覺之前不要躺在床上看電視 對 大概我們長輩有些 房間還有電視 但是現在都不用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事情 我相信各位聽眾或者觀眾 一定都會看手機 是 或者是剛才Picky提到的 就算不是看手機睡覺之前 也會用電腦工作 對 好 那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幾年也有研究去看 這些近距離的光 因為它就會比較強 是 因為距離越短 強度就越大 所以即使手機很小 但是因為它距離很近 所以你眼睛接收到的光就會很強 這個光的強度甚至會讓大腦誤會 好像是天亮 那 甚至有研究去看 對 那個好像天亮是我們這麼說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生理指標 一個叫荷爾蒙 是 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它是跟睡覺有關 原則上睡覺它就要開始出現退黑激素 所以如果我們用醫學的角度去測退黑激素 已經有一些研究在看 例如2013年有個研究去看 你連續使用兩個小時 包含平板或者是電腦或者手機 你的退黑激素會減少23% 那很多耶 那個是很顯趣的差別 所以如果大概就是你的四分之一的睡意就不見了 對 所以其實它不只是亢奮 因為剛才Peggy有提到 看韓劇可能會很亢奮 亢奮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擔心的是 這個睡覺的荷爾蒙會被你減弱 而且滿誇張的是 很多人是把燈都關暗 因為旁邊的人要睡覺 對 那全部睡很暗之後 就唯獨一個手機超亮的 那更嚴重 那心理事我想問說 像我媽都是在客廳看韓劇 然後她也是看到天亮 這種眼星會因為這樣睡不著嗎 原則上如果 看大的電視也會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剛才那個手機是近距離 我們是測兩小時 另外有個研究我記得 好像隔年2014年 如果你連續看五個小時 那也會影響即使是遠 所以其實 但是五個小時對我們來講好像很久 但是其實長輩有時候就這樣 她可能吃完晚飯就開始看 對 好的媽 我要限制你電視時間了 她真的都不睡 然後到天亮才睡 對 天啊天啊 那我想問一下 一年沒交男朋友的豆芽 對 妳用什麼方式去助眠呢 妳的火花廟 就是趕快交男朋友 沒有 就交不到 因為我大學念北體嘛 所以我們就是都會運動 然後我之前有試過就是 因為畢竟一年都完全睡不著 對 很嚴重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在睡前有狂做運動 結果發現越做越亢奮 不行 真的睡不著耶 是激烈的 因為妳睡前做激烈的 妳整個精神會變更好 對 我大學不知道 然後這個東西試了一個月 我睡不著之後 我就嘗試別的方法 我們大學同學有跟我講說 有一家診所很有名 我就去催眠 真的去催眠 真的 她那個診所是哪一種的 中醫耶 她其實外表就是裝潢的 就是中醫診所 然後我一開始 看給妳這樣嗎 對 我不知道是催眠 她有拿一個什麼東西這樣 是不是 有啊 有 真的有 真的這樣 但是不是懷錶 她就拿一個 然後叫我摸一個水晶 真的是醫院 有健保給付的醫院嗎 是醫院 有啊 有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 她就說我內科外科 我其實有給健保卡 但是我最後是自費 因為她說這個催眠沒有那個 沒有健保給付的 應該是 然後我一進去她就叫我摸一個水晶 我就摸 她就說我有沒有感覺到熱熱的 進入我庭內 然後怎麼都沒有感覺到熱熱 那她有感覺到刺刺的嗎 她沒有 那個電影是不是 對 然後後來她就說我會 反正就是電視上演的 我有沒有進入一個迷霧啊 看到一個什麼啊 真的啊 然後就看到一個 類似像床的地方 我就躺上去 然後緊接著 妳有沒有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放的時候 我真的沒看到 她說我太尷尬了 因為就說我跟醫師 好尷尬 我說我有看到 好尷尬 很尷尬 懷孕的時候 前期那個腰好痠 真的喔 關到會就是起來也 也睡不著 當妳沒有孩子 尤其是針對女性 就是當妳還沒有孩子之前 請妳好好珍惜 一覺到天亮 真的喔 很好睡的 這種之類 因為等於有了孩子之後 這個時間就再也回不來了 真的 真的 我們大概會幾個建議啦 就是第一個 你 開始要建立 小朋友的睡覺喜歡 那再來第二個 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有辦法 盡量讓有人可以去分擔 對就是因為 說爸爸嗎 對爸爸來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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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然後放的時候 他我真的沒看到 可是我太尷尬了 因為就說我跟醫師 好尷尬 我只好說我有看到 好尷尬 很尷尬 他根本沒用 很尷尬 然後他也叫我眼睛閉起來 然後眼睛閉起來 我真的很尷尬 然後就說OK 那我接下來數到10 然後他的這個 就是一個聲音 我就睡了 結果他就數到10 一個彈著 那妳真的是 我就清醒的跟什麼一樣 我來 那妳眼睛還是閉是不是 對眼睛閉 我只能裝睡 這個超失敗 我們要問一下我們心理師 這是 這個催眠 能不能跟大家講解 因為這聽起來是一個很瞎的 我還付了兩三千塊 很瞎的經歷啊 這是很瞎的 那我想講一個比較正統的催眠 或者是一個真正 我們現在比較科學化的 程序應該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就是因為房間太多的方法 那很多人比較好接觸 可能剛好診所或別人推薦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負著危險嘛 的確它是一對一 甚至你也不知道它會對你做什麼事情 那所以其實 不管是失眠的治療 或者是甚至催眠 其實現在都有比較科學化的方法 那所以像睡眠的治療 就是我們台灣有一個睡眠醫學學會 它就會告訴你有合格的睡眠中心 可以去做這樣 我們剛才提到的藥物 或認知行為治療 所以豆芽都沒有做過有效的註眠方式 有有有 我還有做過一個 我覺得我做得好像大都沒有嘗試過 我有做過針灸 你們做過嗎 針頭 針頭 它就是 對它就是這裡插一個那裡 它脖子 針灸不是受傷 受傷才要去針灸嗎 因為是有養生肺痛才要去針灸 對然後 這個也是我大學同學來自於同一個 我在想他是不是要把我害死了 都是他 那你覺得很有效 這個我覺得有效耶 我針灸完我當天會很快就入睡了 是 對是針神經耶 醫師跟我說針神經 可是刺進去的時候 就有一點感覺 對 會酸酸的 對可是它是刺脖子 然後那個針灸 我那時候每個禮拜都去 可是它還自費耶 也是兩千塊 對 我那時候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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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有趣 就要一個男朋友就睡著 對啊 就要一個男朋友就睡著 對啊 對啦 顏色就找不到 不過針灸它也算是一種 我覺得可以接收 因為像睡眠中心 有些睡眠中心也會有中醫 對 它可能就會用中醫的療法 這是我們東方比較特別的文化 但是對我們來講 那個概念如果是放鬆 那重點是你找到放鬆的方法就可以 那針灸的放鬆 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它有點是被動 你沒被針你就沒辦法放鬆 對 你得去針灸才能放鬆 那如果我們自己學會一些放鬆訓練 它就有可能 可能是主動的放鬆 所以如果放鬆是你覺得有用 你先去針灸 覺得真的有用 那就代表放鬆是你的重點 所以接下來重點不是 不見得是一定要針灸 也許針灸對你來講 如果方便取得也可以 但重點是取得放鬆了 就是讓自己放鬆 對 所以現在歸納出來 其實現在因為專業發展得很好 各大醫學中心 或者一些專業的診所 都有睡眠中心 所以像你的狀況 應該是先進到這些中心 或者門診 所以評估之後 到底是生理的 心理的 然後找出一個最適合的 應該不是說 我失眠了 我就是要催眠 不是 不是你自己隔空抓藥 不是 應該是給專業的評估之後 才來做 這是比較適合的對不對 對 那小龜你有用過什麼樣的方法 就是懷孕的時候 後期 就是前期那個腰好痠 痠到會就是起來也睡不著 然後我就是會做用瑜伽的方式 因為腰 對對對 因為其實小朋友 在大人的肚子裡 因為一般他 就是無論我都沒有運動的話 他其實承受不住壓力 然後所以的話 我就是用那個瑜伽 去改善我的腰痠背痛 就是讓我比較好睡一點這樣子 所以就是懷孕真的會 改善一些這種 像陪我懷第二胎就會了嘛 對不對 就睡了 所以媽媽要怎麼樣比較好睡呢 原則上分幾個 如果是懷孕我覺得 第一個我會先有一個心理建設 是這個睡不好 如果在懷孕階段 它是暫時的 我們不要把這個睡不好 帶到了下一個階段 這其實是重點 那甚至當你已經放心了 OK我因為有懷孕的一些特色 所以肚子比較大 壓到膀胱頻尿 那改善了以後也許就好了 你至少心理這樣準備 但不過的確麻煩了 是第二個階段 因為帶小孩 那所以因為 從一開始鋪入 他沒幾個小時就要吃一吃了 你就會被打斷 然後孩子會吵 會哭 會鬧 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這個階段 比較難處理 對 那我們有時候還是門診上 會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大概有幾個建議 就是第一個 你開始要建立小朋友的睡覺習慣 其實反而是大於自己 對 如果他可以先建立好他的睡覺習慣 至少他睡好了 你也可以開始改善 所以其實反而這個時候的焦點 可以放在小孩 那再來第二個 其實我會建議 你如果有辦法盡量讓有人去分擔 對 就是因為剛剛也提到 你說爸爸嗎 對 爸爸這個角色 爸爸一定要嗎 對 沒錯 好 這個其實我做得不錯 就是白天就想把孩子操到翻 就帶他去玩啊去那 可是只有兩種做法 我發現都還不錯 有些呢 我發現有些朋友就是媽媽 新種媽媽 他們就是孩子睡他們就跟著睡 孩子起來就跟著起來 那這樣子其實在斷睡斷睡之間 他還是得到一定的休息 家總還是有 但是有些就是用我們家的策略 我們家這裡就是白天想辦法音樂開很大聲 吸地啊 帶孩子出去啊 給他照太陽啊 就是讓他累 他要睡覺一直鬧他 一直鬧他 然後鬧到他晚上真的受不了了 睡得還就睡 所以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一兩個月後 兩月過後一兩個月 哇 好好 可是我也很累 對 因為我要一直跟他拚命 所以你老婆沒有失眠的問題 沒有就沒有 他就受得比較好 相對就受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有另外一個伴侶 或者家人幫忙做這件事情 但是還是有一點就是他會被打斷 因為要哺乳 對 因為親胃嘛 對 所以他要多少 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說 當你沒有孩子 尤其是針對女性朋友 就是當你還沒有孩子之前 請你好好珍惜 一覺到天亮 真的喔 這種機會 因為等你有了孩子之後 這個時間就再也回不來了 真的 真的 那回來的時間 你知道還要多久嗎 就是等到你的孩子都離家才有可能 所以還要二十年後 Peggy 二十年後等著你 一覺到天亮 我會把那個心理師的那個 錄音留在我手機裡 但你們除了剛剛講的那些 助眠的妙招之外 有沒有人去看醫生 就是真的吃藥的 Peggy有嗎 我沒有 因為我就是覺得我就是不是失眠 所以我就是沒有去看醫生 但是因為我們家真的是女性 我們家奶奶姑姑我媽媽 然後包含現在的我嘛 大家都有失眠的問題 而且他們是嚴重到 都一定要吃藥物來控制 但是像我就是覺得 像我奶奶就跟你以前那個男朋友一樣 就是他我奶奶吃的那個 安眠藥已經吃到很強 他真的是依賴藥物 所以他不能夠不吃安眠藥睡覺 然後可是晚上 我有一次就是覺得他太嚴重 我就陪他去看他的門診 問他的醫師 醫師就有特別提醒我奶奶說 你吃完藥之後一定要立刻睡覺 你要躺在床上吃這顆藥 然後立刻睡覺 你不能夠醒來 可是因為老人家就會想說 我要提早吃啊 還有有藥效啊什麼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被驚嚇到 因為我奶奶通常是過11點之後都不吃 都是吃素 然後就是他不吃素的 可是基本上他平常就沒有 他沒什麼在吃肉 而且他胃口也都是很小的那一種 第一次我嚇到是 他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在吃宵夜吃雞排 然後奶奶呢 那時候已經明明吃了安眠藥 突然就醒來 那我說 叫我去買一塊給他吃 那我就說 你確定嗎 他就吃醉醬 然後我便宜 然後奶奶呢 又沒過 第一次我嚇到是 她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在吃宵夜吃雞排 然后奶奶呢 那时候已经明明吃了安眠药 突然就醒来 那我说她也要吃一块鸡排 叫我去买一块给她吃 那我就说 你确定吗 你真的要吃 还是我再给你吃一口就好 还是阿嬷你不要吃啊 你都已经吃安眠药 你就睡觉啊 你有要吃这个鸡排吗 我奶奶跟我大发脾气耶 她是真的生气 她说我今儿就是八豆腰 我今天晚上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要吃 那我才赶快去立刻去买了一块给她 因为就孝顺嘛 想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奶奶 然后给她吃 她真的整块鸡排吃完之后 隔天我刚刚想说 阿嬷昨天那个鸡排好吃吗 她说什么鸡排 我又没有在吃鸡排的人 哇 她完全不记得这件事 她完全不记得 而且不只是这样 有一次她吃了安眠药之后呢 然后刚好那天要帮我的伯父庆生 然后呢大家就在一楼要庆生 然后想说不然不要叫阿嬷好了 阿嬷就说我也要下去 我也要下去 我儿子生日我也要下去 她就这样处着拐杖跟我们下去之后 平常也不吃奶油蛋糕的人 吃了两块奶油蛋糕 而且吃光光那上面的奶油 然后她也这样唱生日快乐 跟我们还录影什么的 隔天早上起来 她也忘记这件事情 就是我奶奶真的吃了那个安眠药 她会变得好像很爱吃这样 有一次就是我回来 可是她不记得 她不记得 她全部都不记得 就是非常非常的离奇 然后好像就是被探吃鬼附身 因为有一次 我去喝完洗酒回来 她已经吃安眠药我不知道 她把整盒的洗饼 那种高帽子洗饼很大盒有没有 吃掉三分之二 在我面前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吃 然后那时候她在吃的时候 越吃我越觉得不对劲 我说阿嬷你是不是吃安眠药了 她说对啊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吃了 你赶快去睡觉 就是觉得很可怕 不过这个跟安眠药是有关联的吗 还是说因为她年纪大了 那时候我陪她去看医师的时候 医生就说这个安眠药真的比较强 所以你一定要立刻睡觉 她说之前她有病患 就是是女生吃了以后 吃安眠药没有立刻睡觉 她觉得自己有点肚子饿 她就去买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隔天那个监视录影器出来 她是穿着内衣内裤 因为她准备要睡觉 她是穿着内衣内裤去买 去买东西 是隔天邻居跟她讲 她自己不记得这件事情 是安眠药有这样子的状况吗 的确有一部分安眠药 它的药物有分几种效果 有些药物是强效或快速 它就希望你快速可以入睡 所以你可以想像 简单讲那个病理机制是 药物就是把你的大脑赶快关掉 你要赶快睡觉 所以我说你太亢奋或什么的 有时候吃药就是赶快关掉 但是如果那个赶快关的过程中 你身体还想动 你身体还有一部分行动的能力 所以就会做出你觉得 比较不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至于说失忆 就是忘记那一块的状况 眼睛也有可能会发生吗 这一类的药就会变成是 因为你的大脑很快关掉了 所以你会不知道 你真的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的确才会向医生建议的 如果真的要安全用药 就是吃完药 不管药物有没有发挥效果 要上床 所以医生如果要 让自己更好睡一点 你最后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最后原本上 但如果可以不要吃药 就尽量不要吃药 那这边其实给一个 我觉得我们之前在 提倡的一个小口号 就是分别是五十十五 那它都是最基本的 第一个是早上 就像我们刚才说要照太阳 就是睡前不要用手机 是因为它有蓝色的光 反过来早上一早照到太阳 跟太阳进行 醒来了 弯掉睡觉很猛 建立那个所谓的 你的日常生活的作息 对 或我们叫做生理时钟 生物的时钟 但五分钟是稍微可以固定而已 如果你真的要移动 例如你想要变成早一点起来 可能就要到三十分钟 它才可以把它移动 所以五分钟就会一点 五到十五分钟稍微固定而已 固定 老师 老师 就是站在那边然后不动 然后让它晒吗 没有 你要刹防晒 对啊 我想说 我会变蜆色 原则上这个照光而且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刹防晒或戴口罩都可以 眼睛一定要亮着 光进入到眼睛 关掉这个睡觉 所以 ChamCA 你会四点半起来 先上妆 涂伞晒 然后在五分钟 聊掩 就醒了 所以我刚才 另外一个固定概念是 我如果都很想要固定 十二点睡七点 让他睡得很好 我就七点去照 即使照五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 可是我想要開始移動到前面 變成我想要11點睡6點起來 我就要更早早 而且要照更久 它才可以壓得更多 所以第一個照光的角度是這樣 像最近夏天就很適合 因為太陽很早就起床 所以有些老人家其實夏天就去種田 所以它就變很早起 但它也很早睡 所以有些老人家說我7、8點就想睡 有可能是因為它早上去種田 所以它就把它移動到前面了 第二個其實我們叫做睡眠的需求 很多人反過來是放假 可能是中午睡個2小時 睡得很好 反而就會破壞掉晚上的睡眠 對 又不能夠叫大家不午睡 其實午睡是好的 所以大概抓10到30分鐘 但10分鐘是最基本的 甚至其實有研究看10分鐘 我們叫做活力小睡 PowerNap 其實10分鐘就可以達到一些很改變 對 甚至我知道在紐約很多的大都會 他們都有PowerNap Center 事實上很多上班族 就是利用中午 就是說吃完午飯 就去睡個10到15分鐘 它就像膠囊一樣 很多商業大樓都有這樣的一個Center 第三個部分就是針對我們剛才說的清醒系統 如果真的有焦慮有壓力的人 不要直接上床 不要帶著煩惱上床 接下來就是睡前可以花個15分鐘左右 做個放鬆訓練 放鬆訓練有非常多方法 所以可以建議大家是可以試試看 這些非藥物的好處是什麼 它比較不會有副作用 你試了A方法不行要換B 總會是到一個覺得你不錯的方法 這個過程中至少你不會因為這些依賴的問題 或副作用的問題 產生更大的醫療支出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這三個部分當作一個基本試試看 對 而且可以看到說像這種 這幾個步驟來做是相對簡單 但是如果你已經達到剛剛前面講的這種 慢性失眠症 我想還是建議大家先去 我們的睡眠專業的醫院或是診所 先去做診療 做個基本的評估 那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 經過評估之後會對症下腰 可能會比這些偏方來得好很多 所以今天看完這一集 希望對於失眠的你會有所幫助囉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感謝您的收看 三十卡卡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